观众朋友们晚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立委蔡碧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立委王宏威 翟轩好 张娅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其实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立法院 可能未来四年也是朝野攻防 或者是政治舞台上面最精彩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看看 韩国瑜昨天主持首场的朝野协商 很多吃瓜群众通通都上线了 像是我们新闻大白话 同时在直播 首次召开朝野协商这样的一个画面 线上有18000人在观看 也是很多 网友们就在下面都很热烈的留言 在那边看好戏 唇枪舌剑很精彩 吃瓜看点评 感觉上面大家都热衷的在参与 那当然昨天最精彩的 就莫过于陈昭姿跟老柯的开枪 那这个韩国瑜赶快扮演何事劳一下 我们来看看昨天的精彩画面 好 总之看我眼睛 试图缓霞一下 那底下的网友们看的也是非常的热闹 那你看看就是这个后来老柯还讲说 投票结果不是陈昭姿 个人解读 若我是陈昭姿 我干脆请辞当一日立委 还比较有胆势 还能够终身留名 所以其实双方本来是好友 现在已经反目了 在这个立院第一天见到面 就吵了起来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首次主持朝野协商 很多人讲说 昨天的韩国瑜 感觉好像格外的严肃 不像平常的时候 比较谈笑风生一点 但是最后还是爆出了京剧 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 我的个性就是很真诚很热情的 如果因为当了院长以后 变得自己不是自我 早上起来过一个月之后照镜子 好像那个满清 紫禁城里面来个老太监一样 面容枯搞 面无表情 对 所以大家还是 最后还是看到了韩国瑜在 可能安全下装了 然后讲说他还是 不想要做一个面无表情的人 安全下装之后呢 我们看看他也在讲说 这个朝野协商 一小时十一分钟 然后主要的议程 还有立委席次 新的会期的开议日 花了三十一分钟 他很开心的说 终于开出了这个满堂红 那另一方面 陈建仁也提到了 他说如果有误会的地方 接下来会努力的澄清 不足之处会来加强 那他们现在这一次 这个昨天主要的协商 就是说到底 几号要来开议 因为民众党原本是喊出 2月6号就 过年都不要放假了 那可能也会让整个 立法院的一些工作人员 假期全部泡汤 那所以后来民众党说 最迟不能超过2月16 民进党是主张 2月23在开议 国民党是 由傅昆奇表示说 随时都能够开议 只是行政工作需要时间 所以后来三方各退一步 就达成了2月20号开议的一个最后的拍板定案 那再来这个周万来也变成这一次的一个焦点 因为韩国瑜特别请他 他是说教科书籍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字典 因为他对于立院的议程非常的了解 亮哥就讲他已经是权威到说 没有人敢反驳他讲的话 那其实对于韩国瑜来说 也是最好的一个不要 因为可能韩国瑜离开立院蛮久的 对于议事的工房比较熟悉 找周万来作为秘书长的话 这个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看到昨天韩国瑜算是 稳稳的第一天的协商 安全下装 稳稳的结束 感觉上面好像绿营本来也是好像摩拳擦掌 黑韩产业链全部都已经等在那边 看你要凸什么垂 那找不到工的点 那昨天看到一些这个绿媒这论节目 正知道啦 或者是像新台湾加油啊 这个前进新台湾 感觉上面都找不到韩国瑜打的点 主要都反而去打科文者了 是不是找不到骂韩的点 只好全面的工科啊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红卉姐 红卉姐怎么看这个 昨天韩国瑜首次来主持这个朝野协商 韩国瑜的朝野协商处女秀 确实大家高度关注 那你看很多都还用直播的方式 那线上的人也很多 那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不拖他的韩式风格 那尤其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最抢戏的就是陈朝兹 所以那个毕尔委员 我觉得民众党现在这几个不分区 人人都很有戏 都很喜欢抢声量 抢版面 抢画面 实陈朝兹真是有点奇怪 他跑到那边去跟柯总招这边叫嚣 那变得一下子焦点又变在陈朝兹身上 我觉得柯总招看起来他有动怒 那其实现在的朝野协商 都是透明公开 不管是你说这个什么开议日 或者是未来一些预算法案 其实通通都是现场都是直播的 没有什么在过去什么密室协商 那所以民众党一下派了好多个人 因为每一个党团都派三个人 就是说党团的三掌 因为如果说今天朝野协商 大家都唠人过去的话 真的是七嘴八舌 那到底要听谁的 那只是会增加整个朝野协商 非常非常农长 那民众党也确实很奇怪 就是说他们好像一共去了五个人 你干脆八个人全去算了 那所以昨天看起来是很顺利 因为最主要其实是非常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就是一个开议日 其实开议日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找一个礼拜晚一个礼拜 早两个礼拜晚两个礼拜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 所有大家质询的职 还有我们的法案的质量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韩式风格还不错 他当那个柯建民非常生气的时候 他就总说看我眼睛 那就是把化解那天尴尬的气氛 可是接下来我认为这个黑海产业链 他不会因此而就下班解散 他会继续的来盯着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自己也知道吧 所以他说很多人都跟他讲说 你要随时带手帕卫生纸 就是要告诉他 你要谨言盛行等等之类 但韩国显然还是要 就是follow他的自己的心 就是说来做立法院长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找了周万来 周万来其实是一个林富平的人 你现在看到很多民进党的委员 我也没有看到他们在批评周万来 而且周万来他就是专业 然后也没有搞什么政治 他可以对韩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希望 就是说现在因为有太多的网红 全部都进入了立法院 那当然增加大家对立法院的 关注度是好的 但是如果都只是为了要抢声量 甚至踩在别人的同事 就同事的身上来抢声量 我觉得大可不必 比如说我直接讲 我觉得韩国昌说 怎么样2月6号就要开议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真的是 我觉得作秀的性质比较大一点 大家都讲了开议之后 马上就那个什么就出戏了 现在是怎么样呢 那我就在讲说 其实我们作为立委 比如说他现在不分区 对我来说我初一 早上我就要开始都去拜年 那都是我们选区里面的活动 我们就开始在参与选区的活动 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进立法院 就代表你在那个耗资懒坐 你在那个浪费纳税人钱 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你只要这样自己这样一直去抢声量 然后增加这个协调的难度 我觉得这反而不是选民需要看到 在野党做的事 好 来请教郭文哥 这个决定一个开议的日期 网友就这么的捧场 其实朝野协商本来就有转播 是你们之前都不看而已 这些无聊的网友 这没关系 就是宅宣连韩国瑜昨天中午去吃个 到立法院那个餐厅去吃个自助餐 也要这样子拍 那个就是 我们讲很实在话 有黑韩产业链 也有白韩产业链 就靠韩国瑜发大财的 之前村长沾江春说 在2019年 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有网红 刚这个网红委委员提到网红 有网红一个月 就光靠蹭韩国瑜 一个月可以赚100万 我就觉得 我觉得村长讲的 你们都没看错 我就觉得我很丢脸 100万我要赚好久 他一个月就赚100万 所以我们这个蹭韩国瑜的技术 要增强一下 这立法院长跟老太监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没有关系 我还是不太懂 到底这跟老太监 以前的立法院长 王金平 刘松凡 还是你要讲游席困 还是苏家权 哪一个是老太监 这个你有更好的韩国瑜吗 你经过2020被罢免 从来没有直辖市长被罢免的 你是头一个 你有变更好吗 你2020被罢免 到你现在当上立法院长 你有变成更好的韩国瑜 所以翟轩你当讲说讲金句 这个就是白韩产业店 会说它是金句 但是黑韩产业店就是说 他讲的是插话 这是什么金句 老太监是什么金句 我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它有变得更好吗 我们等过完年之后再来看 跟大家算一下这个时间 就是黄国昌讲说 2月23开议是痛骂 骂得很难听 然后昨天谭古瑜才是说 2月20号开议好了 黄国昌就同意了 黄国昌当时讲什么 他说哪一个行业是月底开工 2月23就骂这样子 那我请问大家 2月20号不是月底吗 还是2月20号是月中 哪个行业是月底开工 在说什么 所以你看黄国昌的 他的处理就是这样子 他去勘灾的时候助理是撑散的 但是他不撑散 为什么 他要淋湿 不 怎么有新闻 这在立法院 这个是谁 这个好久不见了 这是洪池庸 所以才会有成语叫做国昌假哭 假哭 这种 所以你说处理一个这样的一个 开议的日期 大家觉得韩国瑜 我要告诉大家 我很公平的讲 真正的深水区都还没开始 昨天陈昭之子去 他是要跟柯建民 搭手 对啦 要跟他选择 因为其实那张票 我怎么看 我当主席为了那张票无效 但是柯建民你没有必要去讲说 你就是黄珊珊投不下去 这个话你就假 你身为主席 你说这张票是无效票 那就无效票一票就好了 你干嘛讲说他黄珊珊投不下去 对不对 傅昆奇说他要成立国会特征组 无事要你就批评就好了 你怎么可以讲他是立法院的习近平 无事要你也是假讲的 对不对 你就说国会特征组 以这个宪法的制度不合 武权奔利的原則不合 那这样就好 你去讲他是立 人家傅昆奇就抓你 就要开始练下去 所以这个立法院这种马戏团 这个翟昆奇刚刚说 一万多人看对不对 我们农历年后 我相信下次超越协商 也会再开直播 到时候我们再看 有没有一万多人来看 看这个热度能维持多久 好 立如姐 这个因为以前 超越协商因为是四党 第十节我在的时候 大概应该还是直播 其实他是公开透明 但是因为可能没人爱看 因为以前就有院长主持的 然后柯建民就一直在那里 重练一遍 重练一遍 他都看了 他练错了 他就说重练一遍 然后其他人都觉得很无聊 这是第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黑寒产业链 当然是大家就会觉得新鲜嘛 大家想说韩国瑜主持这么严肃的话 那他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当然大家就好奇 所以不管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我跟他都是受到 那个美光灯高度的一个重视之下 我觉得这个他还是会很有戏 就像惠文讲了 有人靠他赚钱就好了 那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种朝野协商他没有限定说 一定只能三掌参加 你整个地方都要去都可以了 他没有 所以昨天柯建民 我想陈兆志委员可能是要跟他赶紧 因为他们过去很熟 我就是很熟 他就说你如果他就要这样跟我说 这样是这样 像他赶紧 看起来柯建民他的怒气还没有消 他就说我不可以不生气 什么为了他们民进党 现在因为议长和副议长他都没有了 所以他会生气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坐议长的肌子 再跟他议长说 重练 重独一遍 这是没办法 那因为以前三党 民进党一党独大 那大家以后会看到就是说 在礼拜五 这个红门应该知道 礼拜五跟礼拜二就一次会的 在立院里头那个 因为院长是礼拜五坐在那 礼拜二是副院长 主持这个院会 那因为之前 游锡坤院长在的时候 你看可以让行政院长苏贞昌 打得大些什么美 郑立文嘛 然后大家政务官就有样学样 因为坐在上面主持人 他不喊 他不说 你要尊重国会议员嘛 所以政务官也开始有样学样 开始反咨询这些立法院 可能以后韩国的坐在那里 再加上这种赖清德是小党群 就是少数民选出来的总统 我相信这些政务官 应该以后没这个打 都要看韩国瑜眼睛 对 要看韩国瑜的眼神 所以在那个立院里头 可能美光灯还是在韩国瑜身上 大家这些政务官 这些行政院长 你看那个陈建仁都说 我们应该来报告的 就报告有什么误解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讲清楚 你看他现在开始嗜好了 开始客气了 以前他干嘛客气 一档独到的时候 他怎么表演 怎么反咨询都是他 所以之后好玩的 恐怕会是在那个协商的场合 以后不会在立院的 没来没去 以后会比较好玩的 会比较有趣的 可能会在 就是一样三楼的那个会议室里面 就是昨天那个协商的会议 因为这个可能会比较好玩 另外我要讲一下 这个秘书长 我第一时间我进去的时候 他刚好退休 他退休的时候 我有去拜访他 然后他还送了我一本书 我记得他还送了一本书 他说这个意识程序不熟的话 都可以来找他 他还留了电话给我 周万来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的老人家 他就是他非常熟这些意识程序 所以他那时候我印象中 他送我一本书 就是什么议案审议 就立法院的运作实况 其实他有写了几本书 然后他就送了一本这个 他说很多的立法员 在这个议事程序上面 他有时候就是 因为柯借米很熟嘛 他常常会拿着 你就不懂议事规则 他们吓唬我们这些新科立委 所以那个周万来 我觉得这个 那时候他刚退休 周建 那时候我印象中他是 好像是顾问退休还是什么 反正他有一个满满高纸别的 奢侈等的退休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回来当 这个立法院的秘书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帮那个韩国瑜这个调和抵耐 然后告诉他这个意识程序 是怎么样的 所以但是到回来 其实昨天最有戏的还是韩国瑜 那韩国瑜 其实我从在台北市政府认识他 到现在大概超过十年 我每看他一个阶段 我只能用两个字去形容他 进化 他在北隆的时候 当那个总经理的时候 然后到2018年 韩柳去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到被罢免 到这次2020选总统 到这一次当部分区的立委 第一名 我发现他每一个阶段 我重新看到他 我都发现他在进化中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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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